《偽想陶前拍池Music Clay》有圖畫又聲作品系列 現在有Anna和范麗華在此 今次和師傅合作 這件作品是Clay Keys 可以介紹一下這件作品 Clay Keys其實是我們用圖泥去製造的 整條是薩森的泥巴 靈感是來自巴里島的傳統音樂 音樂的名字叫Gamelan 他們本身的樂器是用金屬去製造的 原來我們用圖泥去製造這些巴里島 感覺非常相似 第二件事我們很喜歡Gamelan這種音樂 因為它很能夠幫人去抒發我們平時的壓力 令人很快地靜下來 很專心地投入音樂裏面 用音樂去跟其他人一起玩 今次師傅他們除了去製造這些樂器之外 亦都會去演奏 去講一下他們每一位 到底有什麼不同的角色呢 薩師傅的角色是什麼呢 好啊 可以的 是的 薩師傅手上是一隻濤泥造的 我們叫做Waterbird 就是會發到小鳥的聲音 它平時我們一起配合的時候 它就不用特定數拍子 什麼時候進入 它是很Free的 它是營造一種很大自然的感覺 它像有小鳥唱歌 是的 它是飛來飛去的 所以演奏的時候 它會在不同的角落去演奏 不如我們講一下 在你旁邊的這位許怕 它很有領導才能 它通常是負責最重要的 我們基本的core 有一個節奏 它會不停地重複 這個也是監視音樂的特色 就是每人有一個簡單的節奏 但是不停地重複 踏起來的時候就很棒的 然後隔壁我們就有CO 它就好像一個support的角色 它就會做一個第二的旋律 跟它平時的性格很吻合 我們每一次表演 其實它都會twist一下節奏 它不會打回同一個節奏出來 所以每一次聽我們的歌 都會有一些新鮮感 旁邊我們還有家豪 家豪就是一個很實在 非常好的supporting的部分 它主要打這兩條 click keys 它打出來是一個很重複 又是很短的節奏 但是它會令到我們整個音樂 聽起來很豐富 很實在 很有力量 本來Anna是一個樂手 是呀 烤激樂就是一向玩開的音樂 今次用途來做了這些樂器出來 對你本身有沒有啟發呢 都有 我本身是一個學西洋音樂長大的樂手 其實西洋音樂或者流行樂 都是很在乎完美的音色 還有一些很複雜的結構 或者一些想法 旋律等等 但是我們做的這套樂器 其實由製造的過程開始 已經都有幾多難關 我們就算做多少實驗都好 它們都不可以好像平時別人 即工廠製造出來的樂器 是有很穩定的音色等等 反而最初我是有少少困惑 怎算呢 但去到後來 我發覺跟他們一起 爭取的過程 亦都他們的性格很影響到我 即是他們很實在 很真實 以及他們很活在當下 即這一刻他們很喜歡些甚麼 是很純粹很簡單的美麗 或者音樂就已經令到他們很開心 其實是在跟他們一起合作的過程裏面 影響到我 要記住 不要所有東西都這麼複雜 其實簡單的美麗都很重要 而且這樣就更加能夠 帶到不同的人很快地進入 音樂開心 陶瓷開心的環境裏面 1 2 3 Yeah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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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